桃園市在今天再增加实例确诊 好歹其中有9例都是居隔期间应转阳的个案 研判对社区影响是比较小的 但是面对清明廉假之后第一个上班日 市长曾文参也要求 全市府的员工都要做快筛 更表示未来定期快筛将会变成常态 你自己会用吗 会用 快筛怎么用依照市府人员指示 一步一步做谁都不能钻漏洞 因为桃園市府规定 廉假结束后的6号上班日 所有员工都要快筛 阴性没问题再拍照回报 上午市府已有15000多人回报快筛阴性 寄出快筛令就是要确保收假后职场安全无余 因为近日桃園本土个案持续增加 6号再增10例 1人是台北延伸 其他9例都是居隔期间应转阳确诊 市府研判对社区影响较小 5条传播链都已经在收链中 那我们还是抱着借慎小心的心情 那我想定期筛检也可能会常态化 传播链降温中而日前因学生确诊而停课的 复旦中学东市国小以及大业国小 停课期满全校快晒也都是阴性 已经复课 除了匡列疫调 卫生局持续提高医院和集检所量能 并提前计划轻重症分流 严防疫情再有变数 建议团队报导